三星箱一个月的厨余回收大约有17000公斤 其中有2000多公斤会用来再制成有机肥料给民众索取 因为目前清洁对自由的处理机产能有限 不过相信三星有机废弃物处理厂启用后可以扩大能量 三星有机废弃物处理厂 位在红柴林由环保署补助4500万元 县府环保局自筹270万元来兴建 工程在今年1月开工 预计在9月底就会完工 当然我们未来因为要配合管府的 当时来我们看当年在大厨的疫情 租温的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未来也有需要 我们也能配合管府来做好 专官的厨余回收来制造成有料用的有机肥 而处理厂用地是国有财产署无偿拨用 工所江汉县府讨论 启用后如何合作 扩充服务能量 让外乡镇的厨余也能环保再利用 环境会更好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